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TensorFlow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ensorFlow矩阵计算的评测 CPU GPU到底哪个快 首先从结论说 肯定GPU快 那么快多少 这是今天咱们要解决的一个谜题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是我们一个 分别使用CPU和GPU进行多矩阵的计算 怎么算 马上看实战演习 首先咱们先看我代码的前两行 这前两行对于咱们今天的计算评测没什么用 但是为什么要写是这样 因为TensorFlow2 您只要一import它 对不对 什么都不干 也什么都不计算 仅仅import 就在咱的控制台 打出了N多的日志log 有朋友很烦 那么怎么把它去掉 通过这两行就能够把它去掉 调高log的输出优先级 OK 接下来这个代码干什么 因为咱们要做计算的时间评测 所以加上一个Time8 好不好 然后这个是import咱们的TensorFlow2 接下来就进入咱们的主体函数 Run函数 咱们干什么 咱们一起来看代码 第一行我定义一个N的变数 干什么 一会儿就以它为基准进行计算 首先咱们先进行CPU计算 大家请看 如果您要想用CPU计算 就这么写 TFDevice 然后CPU0 然后咱们写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给了两个矩阵 对吧 这个矩阵的为数是多少 大家请看 N行N列 这个N就是我写这1000 也就换句话说 在这个地方 我写了一个CPUA的矩阵 或者说叫做Tensor 对吧 向量 它是1000乘1000的这么一个矩阵 这个B也一样 也是1000乘1000 因为我这个地方 V字了一个device 所以说它这两个变量 都是基于CPU计算的变量 好吧 一会儿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打出来 这两个变量使用的设备 是哪个设备会打出来 OK 接下来 GPU矩阵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V字了一个GPU 这就是写的是GPU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给了 同样的方式 声明了两个矩阵 对吧 AB 但大家请看 因为我是V字GPU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变量 是基于GPU进行运算 在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输出这两个变量 所使用的设备 Device OK 变量声明完了 矩阵声明完了 接下来就要计算 怎么计算 大家请看 首先我定义了一个 CPU计算函数 怎么算 大家请看 V字CPU 然后把它传进来 大家请看 它给咱带了一个 TensorFlow 给咱带了一个 矩阵运算的函数 就是在这个Numper里面也有 用它进行运算 对吧 矩阵运算的规则 咱们都知道 前行乘后列什么 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OK 非常的花时间 对吧 然后咱们接着 在下面同样的代码 咱们就做了一个GPU的运算 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写的是GPU对吧 OK 这两个是运算一次吗 对吧 把两个矩阵 1000乘1000 这地儿咱们可以随便改 对吧 1000乘1000 然后帮 乘完之后 结束 对吧 然后下面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在评测的时候 我给了一个 这个运算 运算多少次 默认也是1000次 也就是说 咱们今天的矩阵 是1000乘1000的矩阵 同时这个矩阵的运算 要运算1000次 好吧 这个地方已经定义出来 不管是CPU还是GPU 各运算1000次 没问题吧 OK 然后接下来 咱们运算完之后 我就要判断了 首先说 这个timemate 咱们大家应该都会用 对吧 我传这个 我要运行的函数 后面跟上一个number 就是我跑多少回 对吧 就这个感觉 然后最后给你返回一个时间 消耗的时间 对吧 然后是这样 因为这个GPU的特殊性 它第一次刚启动之后 并不是很快 对吧 它需要warming up 热身 就跟咱们健身一样 需要先热身之后 才开始干 GPU也是毛病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在代码中 给您写了两遍 第一个是初次运行 看一下同样的代码 看一下这个CPU跟GPU的时间 然后咱们再运行一次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CPU跟GPU所花的时间 OK 就是这么多 稍等代码我整一下 这样看着更舒服 是吧 大家看看 初次运行 然后帮帮两回 然后给个时间 对吧 然后再次运行 帮帮又两回 再给个时间 对吧 OK 接下来呢 我就要跑我的代码 对不对 是这样 因为这个运算量相当大 而且呢 都是不必要的运算 仅仅是为了运算而运算 所以说我不准备 把它放在本地跑 放在哪跑 放在Google Colab上跑 好 那咱们赶紧开个Google Colab 这Google Colab 真的是好 我愿意被它付费 好像 对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Google Colab 在美国好像已经开始收费服务了 但是仅仅是美国 其他国家还没有开 大概一个月 大概是9美元 我觉得9美元能让你使用到特斯拉100的这个显卡 那真的就是简直性价比太高太高 超高 没有再高了 所以说如果这个他全世界普及的话 我一定为这个服务付费 我非常喜欢Google Colab 现在我做了好多这个视频分析 大部分都是用他进计算 行 先少叙叙了 马上开始 把代码考过来 考过来之后 先不要动 这个run删掉 为什么 因为咱们我想准备考两个块 第二块是声明 第二块是声明函数主体 对吧 咱们先做个连接 第二块咱们才是执行函数 这就是咱选成GPU 你不选GPU的话 它就没GPU 对吧 显示出来都是CPU 正在连接 这大码块能不能调大一些 应该是可以 在哪调来着 我看一下 工具设置 编辑器 字体 对吧 调成18 OK 看着大一些了 连上之后 我看一看 是不是真连上了 没问题 连上了 连上之后 那咱们就在下面运行一下 敲这个软函数 好 咱们跑一遍 注意看 Go 我看看 上面还没运行 先把上面跑完 OK 跑下面 Go 太着急了 奇猛了 大家 看到了 一个是CPU 一个GPU 这两行代码 就是打印的这两行 就这两行 这打了一个 对吧 这是CPU的 下面打的是GPU的 您这应该可以看到 这第一个 第一行是CPU 对吧 第二行是GPU的 然后它正在运行 1000乘1000的矩阵 然后这跑1000次 有点慢 大家请看 第一次已经跑完 大家请看 同样的计算 CPU花了大概31秒 31.84秒 对吧 GPU花了是1.4秒 同样的计算 大家请看 这个区别有多大 天壤之别 对不对 所以说 您如果可能 比如说像国内 如果能看到 我这视频的朋友 可能您连不到 这Google Cloud 对吧 那您怎么办 您就买块GPU吧 总比用国内的 这个GPU Cloud 这个语言要好一些 大家请看 第二次运行的话 CPU几乎没什么变化 还是31.59秒 对吧 几乎没变 GPU 因为它又热身了 所以说变成0.07秒 同样的计算 缩短了 缩短了这么多 是吧 200倍吧 20倍 200倍 所以说 买GPU吧 用GPU吧 如果您不能使用 Google Cloud 服务的话 我就劝您 如果想今后 在机器学习上 有所发展的话 您应该有一块 属于您的GPU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给您演示的 咱们使用 TensorFlow CPU GPU 运算的一些个评测 希望对您理解 TensorFlow的运算 有所帮助 今天的代码 我也会放到 我的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 可以下载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帮我点个赞 同时转发 分享给您的朋友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 再见咯 拜拜